细语信箱 中阴和人生的四个阶段 老师 人去世后的中阴身会在我们这个世界停留多久? 他们还不能叫做中阴身 因为中阴是一个独立的时空体系 进入中阴界后的意识体可以叫中阴身 而存留在我们世界的意识体 老化叫鬼魂 可以尊称为滞留意识体 无形有情众生 好朋友等 滞留的原因有很多 但有通信 就是自身还有放不下的电念 或被家人的电念所纠缠 他们可以停滞在我们维度空间里数百上千年 时间对于他们没有意义 就好像退休后的生活里 很多人压根没概念 今天是星期几 那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离开这个维度空间 需要有高龄来带路吗?或是需要他们自己放下执着? 我思故我在 你思故我在 即个体的自我意识让自我存续 或我们用自我意识创建出其他意识存在的感受 这里的两个意识因为源头不同 本身是不是也不一样? 不一样 前者是两个意识体间相互交互形成的感知互动 后者是自我意识生成的内在感知中的思想交互 疑心生暗鬼 人生的历程都寒阔哪些呢? 依次完整的人生经历并非只是一息一呼间的生命体验 还包括死后的迷茫与执着 中阴的困惑与回顾 投胎前的憧憬与初心 包括这四个部分 原来肉身才只是其间的四分之一啊 人生更像是灵魂的闭卷考试 是罗是马比总自以为是的想着自己多明白了 放到红尘是非得失中看看你的金粮 死后是自我沉淀的过程 放不下的 牵挂的 在意的都成为了瓜葛并被显化 中阴中有一次补习和一次补考 也可描述成回顾与经历未展现的如果 其结果决定你对自身觉知次第的评估 并因此形成对下学期的展望与谋划 而预习与选课都在投胎前达成 表现为预览人生中的重要章节 安放或移除部分经历 是否需要铺衬或触发 出生后需要面对想象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 自负满满与啪啪打脸都发生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说这是闭卷考试 真的很冤枉自己的高我 他没少泄题与随时帮忙 只是多数人的脑子越到关键的时候 也越乱忙活 压根无法留意或跟随高我的指引 那就先在肉身世界多啪啪打脸吧 是的 别怕疼 但别光捂着脸喊疼 躲闪 逃课 祈求节免课业 只想每天混吃等死 复归到老 几乎是每个幼稚园中小朋友的心愿 不少人经历过了很多次的死亡 还是一个稚嫩的灵魂 但也有一些在会考中 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与缺憾 痛定思痛 获得了反思的能力 找到了方向 看清了问题的核心节点所在 把抱怨 指责 准则都淡化后 对外和对内的攻击与评判心平淡了 对本质的思考却升起 认知到无常的混沌 与混沌中的秩序